嗨大家好 我是娅娅 新年快樂 我這部影片呢其實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我 在檢討我2018年做的一些事情 然後主要呢其實是因為我看到PTT一個文章 它寫的非常非常的棒 大家知道我是湘米嘛 那篇文章呢是在討論有關於上班族的困境 那完整的文章呢我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它主要就是在說呢一個上班族 你可能常常會覺得說你非常非常努力 然後你被榨乾了 然後你就會想說要透過甜食啊 或者是買一些包包買衣服啊 買化妝品來填補你就是空虛的心靈 但是呢其實呢你可能吃了這個甜食買了這個包包 你暫時覺得獲得滿足 過不久你又一樣會覺得空虛 所以呢這樣就變成一個循環 就是說你可能為了要賺錢所以你要去上班 然後你覺得上班很累 所以呢你花錢去買一些甜食啊 買一些東西來滿足自己 那你花了這些錢之後呢 你又更沒有錢了 所以你又更需要去上班啊 然後去努力的賺錢 可是實際上呢你又把這些錢 花在可能只是 只能讓你暫時滿足的 這個一個空虛的物質上面 然後你還因為可能吃了這些垃圾食物啊 然後喝了這些酒啊 然後吃炸雞什麼的 反而造成你的健康問題 而健康問題呢又會讓你 需要花更多的時間精力 醫藥費去治療你自己 然後你花了這些金錢之後 又變成你又更需要去工作 所以呢就變成一個瘋狂的惡性循環 所以我看完這篇呢我就一直在思考 其實我以前不是一個愛喝飲料的人 然後我也從來不吃泡麵 然後也不會說特別想要去吃餅乾啊炸雞等等 但是呢2018年我發現我 開始瘋狂的想要 可能趁小孩睡了之後呢我去煮泡麵 然後我想要吃一些炸雞啊 然後想要常常喝飲料 然後或者是我常常工作到非常累的 我就一直喝咖啡 然後也變得跟不像以前一樣 就是生小孩之前我是 每天都會去運動的 我覺得運動真的會讓一個人 的心態變得比較正向 而且你的壓力啊你的空虛 會獲得釋放 所以我自己給我自己擬定 就是2019的目標 我自己會希望說我可以 想辦法就是重拾那種 運動的習慣 然後呢希望可以慢慢戒掉這些 可能對健康不好的一些垃圾食物 然後2019還有一個目標就是 我希望可以存錢 雖然我其實也不是說開銷很大的人 因為我是從來不買什麼名牌包 之類的 我最貴的包包大概就是我老公之前給我的 一個coach的包包 很多人甚至稱作coach不是名牌 但是呢我主要的花費應該算是在 彩妝品上跟吃一些垃圾食物上面 所以2019呢我就想說我可以 希望可以少買一點化妝品 因為其實我買那麼多化妝品 如果我有拍影片倒是還好 就是有充分利用到嘛 但是實際上呢很多 就是到最後也沒有拍影片 然後就一直累積一直累積也一直累積 而且為什麼我沒有把我所有的 買的東西都跟大家分享呢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個 不是一個很好的行為 就是你買一袋你用不完的化妝品 這不是一個健康的行為 也不是一個值得鼓勵呀 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所以我不會常常拍這種影片 總之呢2019我自己給我的目標 就是我存錢之後呢 我希望可以再去 開拓另外一個副業 就本來可能代書是我的主業 然後youtuber變我的副業嘛 然後後來呢我全職做youtuber之後呢 我現在又希望我可以開發另外一個副業 我希望是跟彩妝相關的 但是不要把youtuber當做一個主業 就我覺得如果這樣我會更開心 我會做得心裡更踏實更開心 然後2018呢我之前就有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我並沒有那麼的適合做youtuber這個工作 那一直到2018結束了到現在2019 我依然這麼認為 因為 就是可能大家 現在 消費模式 或是說整個 風氣 風向 之類的 我覺得都並沒有那麼 那麼符合我自己 心中所 崇尚的 所推廣 然後還有就是社群媒體 也不是我 很習慣去使用的那些 然後我也很不習慣說 我要為了拍幾張美美照片 然後要不停的去擺什麼姿勢啊 或是瞧什麼角度 瞧燈光 然後來照出自己看起來最美最好的一面 我覺得 我好像會覺得說 欸 本人長怎樣就怎樣啊 你要為了就是大家 照片看起來 然後而花那麼那麼多的時間 對我來說是 我比較不習慣的 就我完全不習慣去追求那一種 網路世界上的那種 網路的美好世界 我也不善於創造 什麼一個美好的假象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 碎念 就是跟大家一起檢討 2018 然後望向2019的目標 總之我就希望我2019 不要再有2018的困境 然後看能不能開發一個副業 將來可以變成主業 然後可以讓你 過得比現在還要更適合你自己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過得開心 過得充實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